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最近可谓是火边玄网 八道座总兵总裁与家小服装设计师之间的爱情 各种甜蜜互动 看到各位观众都是少女心爆棚 这部剧情中除了男主与女主两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人物 那就是男主的哥哥 与刘凯威所饰演的励志谦 这一个重要人物 虽然在全剧中起着线索的光穿作用 但是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因醉酒而车祸去世 因此也有观众们牺牲 刘凯威在整部剧里都活在人物的回忆之中 在丽志谦与格雷斯的印象之中 丽志谦一直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 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心情不悦而酒驾 因此他们均怀于丽志谦的死力又殷勤 这二人在关注威娜公司起死回生的过程之中 也不忘调查丽志谦的真正死因 在丽志谦的不断调查之中 他发现自己的兄长与父亲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合目 而且十年之内经常因为公事发生争吵 这两人争吵的主要原因是 丽志谦与丽志谦的观念不合 丽志谦在温达生意鼎声之时 便看出了温达公司今后会陷入的窘境 希望能够通过创新改革来打破市场 丽志谦则观念比较保守 不同于儿子所提出的创新观念 两者也就互相僵持不下 同时也造成了企业内部的分裂 丽志谦在例行改革的同时 遭到了自己的父亲绝大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 甚至撤去了他在公司内的决策权 企业内部也各自分裂 自立驾劳的股东们为了阻止丽志谦进行改革 于是他们联合斯美奇和新宝瑞两家公司 一同害死了丽志谦 当丽父得知自己大儿子的真实死因后 不由得后悔不已 他觉得正是自己的固执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十分内疚的丽父伤心不已 在这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面对着自己的二儿子 丽父最终选择了支持丽志诚改革公司的决定 一想到自己当初 无论是大儿子还是二儿子的改革意见 他都选择驳回 以至于大儿子抢死 二儿子被自己硬生生逼去了小公司经营创业改革 这一切都让丽父感到后悔以内疚 在丽父的弥留之际 他将林浅叫到身边来 他希望林浅能够陪着丽志诚走下去 并一直支持陪伴着自己的儿子 两人能一同携手走过接下来的道路 支持着丽父最看重的并不是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 而是自己的儿子 丽父最终明白了 在这世界忘记事物 最重要的还是不漏亲情啊